那么另外一个问题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制裁 刚才的新闻当中 我们也看到俄罗斯说这是非法的 那么俄方的这种表态 传递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首先呢 俄罗斯敢于做这样的表态 是因为近一时期 关于伊朗击落无人机的事件 从国际舆论层面来看呢 谁是谁非 还是有一些定论的 伊朗方面呢 也拿出了一些证据 证明了美国的无人机 侵入了伊朗的领空 所以伊朗的击落行动 是有这种道义和舆论基础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呢 俄罗斯呢是声援伊朗 强调呢美方的一系列的举动 确实是对伊朗造成了安全的压力 是在把伊朗呢逼入墙角 是因为美方的步步紧逼 最终呢致使伊朗不得不进行反弹 进行一种回应的行动 而另外呢 俄罗斯方面的表态呢 也反映出 当前呢在中东的棋局上 伊朗呢仍然是俄罗斯 进行协作的重要的伙伴 而这样的一种协作呢 服务于当前俄罗斯整体的中东战略 不管是在叙利亚问题上 还是在其他一系列的 中东的相关的问题上 俄罗斯目前呢 与伊朗之间的协作 是较为紧密的 而这种协作呢 加大了俄罗斯 对于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俄罗斯可借此呢 调动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包括与美方商谈 如何进行利益上的交换 所以当前呢面对伊朗与美国之间 矛盾冲突的升级 俄罗斯呢发出这样的声音 也是在意料之中 好的非常感谢小辉的分析和观点 谢谢 谢谢